十多歲都應該是十多歲的 是啊 十多歲 我看這個 很容易就醜 先拍一下大家 很喜歡這個 我記得有一張紙夾起來 Angela 可不可以坐下 我夾了一張紙 紙來的 英文在這裏 哦 薛曉雯 是啊 剝上 薛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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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是 老大 那些冒了 這些真的 以前人家在寫的那些 我那些 我手上有什麼就放進去 我吃過一些銀行花 我多常用保內浪的那些 我只是寫真資料 然後我問人家看我真資料 我就可以 我最榮的是很有錢 是的 收錢的資料還是給錢的資料 收錢的資料 收錢的資料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大家說我們聽不懂 聽不懂的話 已經開始了 是的 聽不懂 已經有百多人在了 Testing Testing 143 你很擔心我拿著這個資料 拿回來 你可以在這裏看光了 我看到了 好像不看我自己的 有聲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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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很高 很空洞 是會很空洞 有聲少少 大家反應一下 覺得這樣的聲音是否接受到 還是拔了一個咪去呢 時刻拔了一個咪嗎 好 嘗嘗 嘗嘗 好了 現在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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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咪是濕了一個空洞 嗯 我懷疑它根本沒有 沒有反應 是不是從來都是我這個電話的問題 是的 因為我用我的咪很順暢 是的 是的 就是剛才根本沒有效 我們現在都接著去 好 我們開始了 我們今天四個人在智山尖沙咀的報道裡 我們做些什麼呢 我們是有很多自己的書 出來和大家分享的 嗯 那智山你講一下 我講一下 講一下我們的波節 講一下我們一波三節 講一下我們一波三節 我們一波三節就是 我們一直都想搞一些會員的活動 尤其是大家有Patreon的會員 那都會有些不同的Tier 就是上去都會同這些會員的 那經過這個限聚之後呢 其實一直都找通過的方法 那近來的上兩個禮拜 我們就覺得好像放鬆了一些 那我們可不可以搞一個活動 大家一起做的呢 那就加上一些議書會有 就是拿一些議書出來 大家一起去看看 那結果呢 就上六星期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在法庭外 可能都可能會被人發股票 追責的 那我們就有點擔心 就是不想我們 因為這個活動就有任何的風險 那臨時就改了 就變了在舖頭 那舖頭是一個開放的地方 基本上大家可以走到舖頭 那我們就轉了一個模式 有一點點的遺憾 好像做不到那個 那個書籍活動 那個會員活動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 本身你在會員活動還在做什麼 其實起初是這樣的 我想吉志三就了解到 我就拿了一大批書要處理 就是要處理了 然後跟著就 咦不如看看可不可以 就是當成書籍活動買出去 那我甚至想過就是挑書 就是說是買的 就是大家作為會員 你可以來跟我們聊聊聊 我們講一下我們看書的一些經驗 然後跟著對的就拿走 但是呢 過程當中就有很多朋友都給意見說不好 那些書好像沒有假設 那第二呢 又怕一些的廢紙不收傷 就批一批書拿走 那整件事是什麼呢 但是我自己覺得我們都很想很想 就是大家不想說 很差 那些人的聲音很差 我們重新再來講這個 我們重新再來講 或者換這個電話 如果是沒有電話 換這個電話 照顧的電話 好 我們暫停一會再來講 不好意思 好 那一會兒 我來講 我來講 你去講 很快 我要講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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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講 那邊 我來講 我說 你去講 我來講 那邊 我來講 我來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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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會兒 郭偉 要在你這裏 這裡應該有這麼威風 有積極 是啊 是啊 小心走光 但你也熟悉了一點 我怕了 對呀 大家有沒有聞到一些洞來的 等等 大家都說有聲 但很聰明 Testing 1 2 3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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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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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試試 那些朋友說是有聲的 你試試用個電話聽聽 好啊 試試用個電話聽聽聽有聲音 OK了應該 大家說有聲 但不是太大聲 有些人說聲音沒有很多 我們等朋友先進來 好啊 你是有聲 OK Hello 我們今天做個讀書會 不如這樣吧 我們有些主題 除了聊聊天的話 我們會 不是 今天是偶遇推介導書 推介導書 對 不是一個正式的活動 是撞到人 是網上讀書會 撞到就行了 撞到就行了 不如我們介紹一些書 好嗎 那不如我們介紹一些書 你有沒有有人拿一本出來 自己最喜歡的 介紹一下 我買了那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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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買剩一點點 我買剩一點 有這本書 那些書 有這本書 這本書 這本書 你講一下報師 你講一下報師 我自己選這兩本書 我自己想說的 那些孤狼 你收下到的朋友 那些孤狼 那些課 這本書 是陪伴我很多年了 的一本書 那時候我在關鍵 死了一個系列 那一本書 就是揭來揭去那樣看一本的 所以為什麼呢 我這次就算不買都好了 都要唯獨這本條報紙是加價 加到70元 我現在理解到為什麼這麼正的書 反而會推到最後還未買出 因為喜歡這條報紙的那些 應該是當年第一版就立即買了 它一定有的 而不喜歡的那些呢 一看那麼厚 你還要加價 它就不會買的 這個就是我最新的解釋 因為這本書實在是很正的 但是你堅持要加價 是要堅持加價 是要堅持加價 因為有紀念價 是10元 很貴的 它延間260元 是 這本書我自己有看英文版 我對僑報紙的認識 就很大程度來自這本書的 而我看完之後呢 我也有一個共通點 想到很多名人 包括他 包括周星馳 包括孫中山都有一個共通點 但是他們都是性格巨聲明 第二 都是人渣來的 就是怎樣的人渣呢 《橋普斯》這本書裡面說呢 他是在《蘋果》上班的時候 可以是七天都不洗澡的 而那同事是很討厭他 因為他有惡臭的身體 但是他是不會理人感受的 他就是完全是一個不理人感受的 而其次呢 就是他要吃大麻 他說interview 請人的時候呢 他第一句就問你吃不吃大麻的 你不吃大麻 他不請的 他覺得一個人不吃大麻是沒有創意的 是不適合在《蘋果》這間公司做的 而他對自己的私生女 也都是很疏離 然後不去找他 不去認識他 那都是跟孫中山啊 這些都很相似的 這個是趙國過人解讀的 《真正》那本書的作者呢 是相對有解釋和正面的 因為《橋普斯》他在年輕的時候尋找自己呢 就是很喜歡那些稀奇人 判逆 破格這樣 所以他有很多不同的靈性 修行 希望去挖掘自己內心的成果 所以後來我記得他除了說吃不吃大麻之外 其實他更加指向是迷幻藥 LSD 因為他就問 他有時候會去一些大學的訪助 他立即會問周圍的大學生 誰吃過迷幻藥 很奇怪 你如果請他那個主任和校長 就是被他嚇死 是吧 然後他還要立即在大學上說 其實你們一定要吃迷幻藥 你不吃過 你枉過你的人心 因為他吃完之後呢 他有一種的幻藥和想像呢 你會永遠記得那種畫面 他說這個感受是影響他一生 不可以放棄某些目標理想的追求 是的 那就可以撇除了凡陳俗世一些的金錢或者什麼 雖然他有一些偽善 他都重視錢的 但是他說去到最後呢 他可以放棄為了賺錢這件事 而達成一個更加高的理想 所以他就會希望蘋果出一個真正好 是顛覆超越其他公司的產品 那這個呢 就是 其實那本書是相對正面一點 還有他有很多 你覺得他癲癲的意見呢 就和他其實是在那個孤兒的背景有關 因為他是被收養的 被他親生了 拋棄 所以有很多這些情意見呢 是影響他的人生 還有他 我的總結就是 他是一個偉大的創造者 但是他是一個很惡劣的老闆 和很惡劣的同事 就是他在公司裡面是會打一些同事的 聽到公司裡面的說法 就是會叨口叨面 智山你一定會 這個是發脾氣的 對 他叨口叨面 整個keyboard 整個貓斯丟在別人發面上的 就是他是這樣的性格的人 那我想 我看到周星馳有些人 周星馳未知打人 但是他都會在片場上 其實就是 截施打藝式的 對他的片場其他同事 就是我想這一種追求原理的人呢 就往往有這一種性格在裡面 就是不理會其他人的 但是他那個狀態就是不同的 想做好這件事的過程是有關的 我記得日本的黑澤民導演都是一樣的 對這些演員很苛刻的 好 到你來吧 繼續一下 我先說一下吧 《東海的故事》 以前就一定看過這一套漫畫的 所以簡直是我們年輕時代的記憶人 但是呢 裡面呢 我很深刻的 就是有一條條 真是一條條 真是一條條 那是沒有用過的 那條條就是說 那個女孩子呢 就是女主角呢 就發覺那個男主角有些東西 好像是很愛自己的 很支持的愛 於是他就想讓那個男主角每天有一個時間 最少的一個時間 於是他就看到那個男主角呢 每天你在火車站那裏 你搭火車的時候 就買一包香濃膠給我 買一包香濃膠 那那個男主角這麼小時間 就沒可能坐來去搭 於是他在每天去搭資料的時候呢 就一見過那個小店多 記得他會不會買那一包的香濃膠呢 那以前就是 就是要按照一些東西 令到對方每天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很深刻啊 是催眠手法 這個催眠呢 你拿回來的嗎 我拿回來的 還有呢 其實這套書還有一本呢 是近年 叫做《東英愛的故事》 After 25 Years 這個呢 就從一部電影叫做 《Before Sunrise》 《Before Sunset》 和《Before Midnight》 就有《雲工之下》了 這套戲真的呢 就拍了超過十年 那最後呢 這個《東英愛的故事》 After 25 Years呢 我覺得是最描述得最成功的那個角色 是誰 都是《雲工之下》 都是《雲工之下》 就是你會普及 《雲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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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另一個 《真英男主角》 做這個 叫做 那個《雲工之下》 我忘記了 就是 就是另一個很出名的日本人 那我覺得呢 我想說一下 《東英愛的故事》 After 25 Years呢 這個 這個最成功 就是怎樣說《地鄉》呢 就是他能夠說到呢 那些聲音很差 那些東西 哦 都是很差 是啊 都是很差 那算了 爽氣了 是吧 那不要了 算了 就是玩個適合的環境 適合的環境 可以戴個好一點的咪 對啊 應該戴個那些書 可以擺在我面前 是啊 我想問這本書呢 我很喜歡看這一類叫做 《零類歷史》 我很喜歡看這些 就是很古靈精怪的 就是你只知道大歷史 但是呢 原來呢 歷史上有很多的有趣故事 這本書呢 算是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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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所以錄音就可以 是野史的 好 等一下 這麼多點 時間了 的 是 這個 你說 警告 是 你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